这间是商品商店,要买纪念品可以逛一逛 我们的缆车已大咯,可以上上去啦 就要20分钟到达山顶 终于到达山顶啦 这里也有许多景观餐厅和咖啡厅 这里还有一个新景点,The Habitat生态公园 我们下期再见 你可以在网上订票,或者在此购买都可以 购买票后就可进入啦 你就可以开始在森林步道享受森林雨 这里的花花草草真漂亮 孩子们看见西泳的叶子也可以拍拍照 哇,好大的一只蚂蚁 这是全马最高的狼狗尾,树冠步道 盖桥重量达1300公顷 盖桥全长230公尺 看,这桥很长是吧?没骗你呢? 我们现在跟拍照骨一样 打开 无垒马 是一个男人啊? 是啊,正组 既然是一蹈的 因为一蹈就像我一蹈的 男人在线11在哪里 这个就是一蹈1的 就是这蹈一蹈 这里会有许多蜿蜒的小镜和花园 让你探索 这段雨林之中的大自然空气清新 太喜欢这里了 这段雨林之中的大自然空气 给你放开 散开 我好 你怎么会死 我好 我好 你怎么会死 我好 你怎么会死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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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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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槟城岛上最高的观景平台 站在山方视野绝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景色真的很美 记得一定要来看看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一位著名生物学家 动物行为学家 动物保育人士 江古道儿 江古德女士 如果想知道他更多的故事 可上Google搜查 可上Google搜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工男子很漂亮 而且手工很精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带你们去一间非常有特色特别的咖啡馆 Kopi Hutan Ha下午茶 从The Habitat离开后 要走大约2km就可以到达啦 你可以用走的或者住马戟卡都可以 但是我家的孩子是用跑的去 小分享 这间咖啡馆有提供来回载送 来回载送的意思就是从顶部的车站 就可以载你们到Kopi Hutan 门口是免费的 终于到达啦,其实用走的也不错 因为沿途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可欣赏 它是长这样的,带你们看看 很特别是吧,里面的设计更独特 走吧,我们进去看看 这里是门口 里面的环境是这样的,绕个圈给你们看看 很特别是吧,是顶咖啡馆 这咖啡馆是全冰层最高的咖啡馆 这咖啡馆是最高的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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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这咖啡馆是最高的咖啡馆 是最高的咖啡馆 这咖啡馆是最高的咖啡馆 这咖啡馆是最高的咖啡馆 好吧,我的影片在此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